- 大家好,我是冬天走橋的鮑勃 由於較高的地勢位於山區,讓澳日光冬天時被積雪覆蓋 也是一個東京近郊可以看到雪景一直游的一個好地方 本支影片的鮑勃就來帶大家看看澳日光的雪景 從東武日光站搭乘巴士大約一個小時左右 我們來到標高約1400公尺的湯瀑布 這裡與華岩瀑布 跟龍頭瀑布 稱作澳日光三名瀑 我們可以用巴士加走路的方式來搶三個瀑布的半日游 湯瀑布位於湯汁湖南段 裸差70公尺,高度110公尺 這裡的水源是一級河川,湯川的河水流下 可以從關鋪台直接游下往上看瀑布的景色 街巷走的或是大巴士來到戰場之源 這裡是由南提山噴發所形成的湖瀑 經長時間濕原化所變成的 約400公頃 為日本本周最大的高原濕原 稍稍散個鋪後 大家可以在附近的三本松茶屋吃個中餐 我們點了可樂餅定食跟生薑豬肉定食 順便加點烤片跟熱狗串 暖暖的還蠻不錯的,感覺可以瞬間補充體力 我們繼續往下走 來到也是湯川河水流過龍頭瀑布 標高前350公尺 這個瀑布全長210公尺 緩10公尺 由於角度比較緩 可以直接引著散步 到底部的時候還可以看到瀑布被一分為二 很有特色 我們搭乘公車來到華岩瀑布 瀑布的水就出至中蟬四湖 搭乘電梯來到底部 會發現這個瀑布的壯闊 高97公尺 緩約7公尺 配上雪景真的很棒 如果有機會不同季節來 看水量大的瀑布會有不同的感覺 瀑布附近也有規模不小的商店街 可以讓大家吃點小東西,暖暖身子 除了澳日光以外 日光的世界遺產冬照宮 也是吸引遊客拜訪日光的理由 也請看東映走的橋介紹冬照宮的影片喔 我是鮑勃,大家下次見 掰掰